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月18日 宣布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炭 2月23日 朝鲜中央新闻通讯社发文强烈抨击中国政府 称中方对朝鲜近期的导弹实验指手画脚 又暂停进口朝鲜煤炭 分明已成为美国的根屁虫 与朝鲜为敌 尽管文中并未明指中国 而指说某自称友好的邻国 但朝鲜中央通讯社此文正是在批判中国遵从联合国制裁 决定切断进口朝鲜煤炭 实际上已完全抛弃朝鲜 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文章说 这个国家往其自称大国 却给美国当根屁虫 还谈而皇之地说出 暂停煤炭进口并非为了影响朝鲜人民的生活 而是意在制止朝核计划这样的卑鄙理由 朝鲜这个罕见声明让外界认为中朝交务 博文社独家消息显示 台面上的理由虽然官免堂皇 却不免还是外交姿态 两国在内里的交往实际一直都是正常化的 从来就没有所谓真正的禁运 知情人士向博文社透露 本次宣布停止进口朝鲜煤炭 已经事先和朝鲜进行了沟通商议 并支付了违约金 因此 商务部的宣布只是表面文章 本社独家获悉 这次朝鲜发文猛烈抨击中国 导火索不是煤炭 而是中国外长王毅 致电朝鲜方面 重申中方弃核立场 这才导致朝鲜官方媒体 在前天发表对中国极其不满的言论 但中朝两国高层在私下的勾兑却未受影响 事实上 中国一直被怀疑 为朝鲜发展核武提供了技术等支持 朝鲜第一枚原子弹来自巴基斯坦 而巴基斯坦的核武来自中国 2016年9月 中国逮捕了丹东女首富马小红 因为美国提供的证据显示 马小红长期从事走私朝鲜核事业敏感物质 马小红自己的话是 我愿意为朝鲜事业粉身碎骨 与政治因素无关 在朝鲜发展事业是一种冒险 博文社在2016年同月独家披露 马小红为中联办工作 他帮助朝鲜核武的工作是最高层的安排 起码最高层是掌握情况的 朝鲜发表严厉措辞批北京后 凤凰网发表编辑部观点 称在当前东北亚战略格局不变的情况下 中朝不会有实质的对抗 如去年的3月31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借核安全峰会之机 虽然也表态会全面配合联合国2270号制裁决议 从4月5日起实施禁止进口朝鲜矿产品 但却因仍然从朝鲜进口煤炭 而导致美国不满 中国方面给出的一个浅显的解释是 煤炭是朝鲜出口获取外汇的主要收入来源 不能因禁运而损害两国间正常的贸易格局 继而影响朝鲜人民的生活品质 因此会继续进口朝鲜煤炭 本次禁运前事先沟通并支付违约金 此举说明 无论中国表面的外交姿态温和或是严厉 制裁是真是假 都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伪装而已 消息人士透露 政治层面 中国实际上从来都是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分支的 在与美日俄等大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角力中 朝鲜半岛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外交筹码 纵观历史 从唐朝的白江口之战到清朝的甲午战争 中日之间发生的战争 几乎全是因朝鲜半岛纠纷而起 显然 一个具有不稳定因素的半岛局势 更利于大国之间达成微妙的政治平衡 无论韩国或是朝鲜 哪一方统一该地区都只会使中国手上可供运用的筹码份额减少 请关注博文社更多独家消息 金正南死了 谁是下一个中共要推的备胎 这些冶标比证益 und重金地区都盏了 请关注博文社更多独家